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穿街走向带你们找地道美食的大兵 有人说菜市场是每座城市最具烟火气的地方 想要聊着一座城市就去它的菜市场逛逛 作为广州市立湾区菜市场的老字号 荣金幼菜市场创建至今已经有70多个年头 早已成为周边街坊生活圈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那里你能体验到 广州最浓的市井生活赤膝 12块钱半只烧鹅18块钱半只鸡 这里的东西不仅价格实惠 而且种类丰富应有尽有 虽然荣金市场部分档口关停整修 但是这里看起来依然非常的大 甚至一眼都看不到镜头 现在正在正常营业的大部分档口都是沿街而色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暂时理解为一个沿街的菜市场 那现在我带大家过去看一下 这个菜市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宝藏菜市场 刚进来的时候这里还看到一个小超市 名字叫做好意购超市 可以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生鲜肉类等全部都有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一个小熊的菜市场 这边还有一些卖鞋子的店铺 还有一些到期断租的陶瓷店 不仅东西漂亮而且价格也真的是挺实惠的 咱们再沿着街道一起往前走 这边是一个永兴经营部 主要是卖生活杂货的 像一些米面粮油等 而这里呢是一个五星店 再往前面走过去的话 这里是卖一些粽子和米面等一些主食的 咱们看一下这个价格 都是几块钱一斤的 和粉甚至一块五就有一斤了 貌似每个菜市场都会有圆寂云饺 一家创始于1946年的老字号 主要是卖饺子云吞的 相信很多朋友对它也不陌生了 如果提到云吞饺子 在广州来说 丙寂和圆寂是最受欢迎的两个品牌 各大菜市场和街头巷尾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这边还有一些卖腊肉和烧腊的 咱们过来看一下 这一家就是龙金挺出名的老字号了 店名叫做鱼望鸡 专门是做烧腊的 他们家的东西真的便宜到你不敢相信 关键是出品的味道还挺好的 15块钱半只申请烧鹅 30块钱的澳门烧肉 你敢相信吗 广州还有哪里比这更便宜的 本地咸香鸡 18块钱半只 已经卖光了 咱们再往这边走过来 这一道呢 是卖一些面包主食的 台山中 10块钱有4个 我就问你们这个价格实不实惠 这一道呢 是卖一些海味干货的 东西也比较地道 关键是价格挺实惠的 在街道的旁边呢 你还能看到很多这种小摊贩 都是卖一些平常我们不太见得到的食物 这个阿姨呢 在卖的是橄榄吧 拿来包汤特别的甘甜 这个是卖菜干的 大叔正在经常续选 给他讨价还价 再往这边走过来 还有一家比较出名的 卖饺子云吞的 店名叫做公鸡 跟饼鸡和圆鸡那些差不多 但是呢 没有饼鸡和圆鸡出名 也没有他们那么多分店 不过呢 出品的种类也很丰富 关键是价格也很实惠 这里还比较贴心的 公示了他们家饺子的储存方法 和食用方法 咱们再往前走 来到这里是一家 卖茶叶和茶具的 摆放的一些茶杯和茶壶 咱们看一下 4块钱5块钱一个陶瓷茶杯 还有一些茶壶 价格也真的很实惠 28块钱一斤的福建铁观音 也还有其他价格的 维基取名首饰盐鞠鸡 一家专门卖鸡的档口 咱们过去看一下 他们这个档口的出品也挺丰富的 各种不同品种的鸡 在这里也可以买得到 可以理解为一家鸡的专卖店了 而且价格也很实惠 28块钱有半只围仓鸡了 大家看一下挂满橱窗的各种鸡 果园鸡 文仓鸡 清源油鸡等等 遍布广州街头巷围的 宴唐牛奶 虽然龙京菜市场 现在部分档口暂停整改 但是呢这里绝对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关键是物美价廉了 这里有非常多老广门 钟爱的烧腊店 顺香食品也是一家专门做烧腊的档口 各式各样的烧腊这里都有 你们再看一下价格 毫不夸张的说这个菜市场的东西是川广州性价比最高的了 而且呀出品也非常的地道 并不会说因为便宜出品就差 老城区嘛大部分都是街坊生意 缴鞋证始创于1981年的老字号 旁边还有家政服务 这家缴鞋证的特色服务呢就是可以两脚定造鞋 因为不用铺租啊 所以这次小摊贩卖的东西价格都非常便宜 看到各式各样的生活现象 你就能看到这座城市的事情生活气息了 老广糕点店这一家店铺呢主要是卖一些记载饼啊 还有一些酥饼的 还有一些特色的怀旧点心 像这个香蕉膏 皮蛋酥等等 而且不仅出品地道 价格也非常的清明 信发美食 一家专门做快餐的店铺 10块钱3个菜 15块钱有5个菜 哦我的天广州哪里还有这种物价 粗菜仿配菜 风味牛腩牛杂 这是一家做特色美食的店铺 像一些手打的各类丸子 这里都有 陈皮牛肉丸 而且丸子的个头看起来挺大的 鸡爬猪爬牛爬等等 挺有意思的这个当铺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过来试一下 出品还挺地道的 除了风味牛腩牛杂还有一些盆菜 盆菜呢加热就可以吃的 我来的时候是下午的两点多呢 这个店家正在休息 10块钱一斤的车梨子 又甜又大个 而且呢还任条验选 贵一点的也只是18块钱一斤而已 这价格真是便宜到偷笑哦 立即中标店 这家店呢主要是做 名表维修 卖一些名表 和卖一些怀旧挂钟的 像一些肉食和名表这里都有 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过来逃一下 说不定能逃到你心爱的东西呢 这边有一些老式的挂钟 可以说是古董了 以前小时候就经常看到这些 但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看起来非常的怀旧 还有非常多的名表 我去过全广州最大的沙原菜市场 但是呢我却挺钟爱逛这个老菜市场 在这里啊你能看到各式各样 反映广州市井生活的东西 闲逛起来还真的挺有意思的 这个片区呢是卖肉类的 现在呀是疫情期间 所以呀出入都要测温 来的时候呢是下午的两点 所以呀有些当铺都已经休息了 要是你接近饭点的时候过来 这里简直是人山人海 这些东西有谁厌食吗 这些可都是好东西呀 我们看一下 野生的五指茅桃 金钱草和鸡骨草 都是野生的 拿来煲汤一流 五指茅桃闻起来非常的香 所以呀我自己也买了一些 南方的特色回南天快要来临了 五指茅桃煲汤可以很好地去食 给大家强烈推荐一下 这家店 邵逸记的百惠米面 几十年的老子好了 出品呀非常的正宗 关键是价格也很实惠 这里的出品啊非常的丰富 各式口味的饺子 云吞 还有银石淡面 等等 而且呀 你们看一下这个价格 撇开出品正宗不说 价格真的很实惠了 22块钱有10个豆沙碱水种 22块钱10个咸又种 这个价格在整个广州来说都是相当的便宜了 我必须强烈给大家推荐一下他们家的马蹄糕 还有萝卜芋头糕 轮椒糕马拉糕 出品呀 一级棒 每次来我都会买一些带回家 7块9那么一大块萝卜糕 用料足味道好 康威力食品店 这一家店铺呢 主要是做一些 海味干货和流油食品 来这个菜市场 你不怕找不到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包袱 这一家店相信大家都知道 这盆沙漢国籍 平凉凉 只有都还买的高级晚餐同意 往那边走呢 还有很长的地方 太累了我就不走了 感兴趣的朋友们呢 可以自己过来逛 这个菜市场呢 不会让你失望的 除了物美价廉 逛这个菜市场还挺有意思的 而且交通也非常的方便 附近就是成家驰地铁站 好了这次视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感兴趣 别忘了 转发点赞收藏 带你们发 请不吝点赞收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点赞 订阅